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 crcin与点点栏目 開成煮了螺絲刀 把這兩個取出來 看看多長時間 再看看裡面 看得很清楚 有兩種 看是一種高的還是低的 一種低的 沉進去裡面試探一下 這是沒有的 空的 用這個高的 用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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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帶那個勾勾 沒有帶那個勾勾過來 有些麻煩 看 看清楚 下一個面板 看到多長時間 現在就是普通的空的門 剛才搞的那一扇門 現在搞的那一扇門 看清楚 先把這個面板往外面拉 用力往外面拉的時候 就有條縫 這條縫剛好插進去以後 插住這個部位 開始扭了 看清楚 看清楚 看了多長時間 可以 看 上面查这些 看清楚了,我外面赢了 行了 马上可以卸掉螺丝 把螺丝给卸下来 很快的 夹这个部位 刚好在这个部位 好 这个墙上面这个 要看清楚 这种纹的话 在杂子上面 调的一条 看一下,做试点 看一下,过来 看这里 插进去 过程当中 这个 把它从外面一搬 这里可以插进去 插进去 一碰,碰到这个位置 在这边,这边做 好,出来了 看成煮啊 这个地方 把下面 把外面一拉 你拉 你拉一点 你拉一点的话 这个门啊 不要把下面 给卸下来 连下面一起 连下面一起 给卸下来 看这个位置 一般夹住这个部位啊 这边 很高昂 一般的 就有点 他在煮的 心得 很高 小青 是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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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姜 5个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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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这么嚼着 这就不了 5个鱼 5个鱼 4个鱼 5个鱼 5个鱼 我做一次 我做的按钩是左的按钩是这里的 嗯 你看 它不能够铁的 但是我没有够够 所以这边有什么糖 放水了 看時間都沒有覆蓋 給我時間 中火 盐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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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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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 嗯 嗯 它没有螺蛳 好,门开了 好,再看清楚一点 进到里面去看一下 再看看一下,这里 在这里拍 它这个地方是个小手提 这个地方往上面 你在下面这个地方 一挑是空心的 以后在上面那个部位往上面顶 往上面顶 你顶上去的话 刚好在这个部位 挑起来难挑 看清楚了 在这个部位 往上面 点上去 看清楚了 顶着这个部位 这个地方是个天地感 用力往下面顶 看清楚了,这个位置 往下面顶 再看清楚 嗯 这样压着门就开了 看一下这里 这里先把它用透明浇 或者是用封口浇 把它给粘住 粘住以后用力把门往外面拉 拉的时候呢 把这个面板切下来 把这个面板切下来 拿起来 拿起来一点点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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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给大家讲解一下 这种的话 下面板 钩锁体的开发 下面板的方式方法 刚才我已经告诉大家了 今天关键是锁体 锁体,你看这么多锁体 锁体啊 各个厂家处的不同 有些锁体的话 看一眼就可以知道 打个比方啊 你看一下 摄像头靠得近一些 这个锁体的话 它呢 这个连动啊 卡住这个地方啊 是在这个部位 如果是在这个部位的话 我用手的动一下 大家看看一下 这个地方啊 往上面弹上去了 看一看 你弹上去 这个东西没有 没有受到阻挡 这没有东西卡住了 啊 你看一下 我们从工具呢 从里面撑进去呢 用这样的钩 这有两个角度 一个角度呢 这可以用 这可以用 这一个角度 为什么要做成两个钩 一个弯度大一点 一个弯度小一点 这个啊 看清楚了 这个是往上面挑啊 往上面挑上去 啊 点上去 这一点上去以后呢 看清楚了 这个地方就点上去 点上去没有阻挡了 点上去啊 它没有阻挡了 这东西啊 它就往回收熟了 啊 你在勾天地杆 用这个钩子啊 一个钩子去勾天地杆 和你用把螺丝刀 往上面点 如果它上面 往下面压 如果这个东西呢 你看一下 只靠这个地方啊 啊 这个地方 你看出 这一下来 它没有阻挡了 它可以推出了 对吧 看清楚了 这个位置啊 嗯 靠这个地方啊 推出来啊 没有收到阻挡了 所以说呢 这是这一种 这一种呢 比较好看 因为在锁眼里面呢 你把这个锁板给盖上以后啊 啊 很容易看得见 在这个 骨的地方 一般你撑进工具 撑把的工具啊 从那个眼子里面 撑进去 啊 搏一下 有弹力的地方 好 这就有弹力了 嗯 就可以往上面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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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这一 这是一种 这一种的话 的方法的话 啊 它很容易开 对吧 这个 因为 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 对吧 这一个角度 有一些角度呢 是弯形的 你要靠勾这个锁体啊 等一下我再给大家介绍 勾这个锁体这个地方啊 勾那个天地杆这个位置 勾不上来 那勾不上来怎么办 有些人都碰到这个问题了 勾不上来 一个眼子啊 撑进去 撑进去 是搏动这个东西 还有一个眼子呢 撑进去啊 是勾这个地方 看清楚了 把这个地方啊 往这边搏 做成个七支勾 往这边搏 一搏的很轻松 可以把它搏开了 搏过来了 今天因为现在拿到手上 不太好操作 等一下我操作给大家看一下 啊 这个角度 这个 它直上直下的两块 片片直上直下的 可以拉天地杆 有些天地杆拉 拉不动的 那你就用这个方法 这个呢 一般需要这两个钩 加上这一个钩 行了 如果你没有这个钩 直接用把螺丝刀 在这个钩子啊 看得出这里 在这个钩子当中啊 往上面弹 和你往下面压 往到门上面 往上面弹 往下面压 一个钩子挑着的 一个钩子往上面弹 就可以把这个门给 给了 给抬起来 好的 在这边你再看一下啊 碰到这一种锁体 这一种锁体的话 因为我称工具 放工具进去的时候啊 一拨 拨动不到 这个情况下怎么办 那我换一个钩子 一看清楚啊 这个位置啊 它也是同样的 这个位置也是同样的 在这个位置里 连动在这个部位 那 放工具 用这个钩子 从这个地方 进来顶住这个部位 往上面一顶 它就悬空了 看清楚了 看清楚了 这个地方在一点钟位置 都锁心了 不碰到锁心的情况下 看清楚了 它是靠这个部位 那每一个钩子啊 你得搞成一个 有一个窝槽 看清楚了 每一个钩子啊 都搞成一个窝槽 这样的话 不容易打滑 不容易打滑 你做到四个到五个钩子 就基本上这些锁体 插上门锁的锁体啊 都能够开 整个卡都卡片这个位置 这种锁体的话 一般的话 你看清楚了 这个的位置 往上面点上去 你看清楚了 你看清楚了 嗯 嗯 我们称进来的 你用这一个这一个钩啊 你角度不够 角度不够 角度不够呢 因为你在门外边 你不方便这样 所以你必须用这两个钩子 这两个钩子的话 一个从这边点 啊 从这边点 一个呢 啊 啊 啊 顶住这个部位 看清楚了 顶住这个部位 啊 啊 大家这样看 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啊 这种开阀的话 这种开阀的话 这看你时间 一般熟练的 很多锁匠啊 还有很多人啊 都有锁体 你看这些锁体 对吧 看这些锁体 它都不是很难开 我做个简单比例吧 看一下吧 像这个门 对不对 像这个门的话 我先拿一个浅的 啊 挑动一下 这里是空面 那空的话 那我都要换一个了吧 都换哪一种呢 换这一种呢 从这里面呢 撑进去 顶住这个角 你一看这个螺丝 这个螺丝 是在中间的 在中间的这个部位 它那个带动啊 弹簧啊 它就在这个部位 你往这个地方顶上去 看清楚了 这个地方 啊 看清楚了 这个地方 啊 现在我 我挑 弹簧给大家看 在这边看也是一样的 看得清楚了 这个地方 看得清楚吗 来 这个地方一 往上面 一弹 看得清楚了吧 在这个部位 来 摄像头在这 对着这个部位 这样斜的看 可能看得不太清楚 那我再 再搞一片 给大家看看一下 将在这种情况下 你先拿前面东西 搏动一下 这是空面 空的话 你马上就换一个 马上换一个的话 换上这一种 弯度比较大一点点 它直接在上面 在这个部位 那你撑进去的过程当中啊 一顶 有弹力 试探 没有弹力 不要理它 也有弹力这个部位 往上面一顶 它就开了 看得清楚了 一钩 一钩 那个锁体它就开了 再看清楚啊 这个部位 这个部位啊 一般钩呢 钩灌了 它很准确 熟练起来很准确 就看每一个地方 每一个防盗门啊 它上面安装呢 你上去 空 你要查对这个部位啊 对这个部位 很空的 你要查对那个部位 有弹力了 再往上面一顶 最一顶住呢 下面东西要勾天地感 现在我用小手指来勾 勾天地感它都开了 开完以后 随便拿一把螺丝刀 一拨这个东西 它就往回收熟了 这个东西啊 看得住啊 拿一把螺丝刀这里 要宽口一点的 螺丝刀看一下 一拨 这门都开了 这个我 试过最快的时间 那一天 开了在朋友那里 在搞一个 有一栋房子搞装修 我开了八个门 八个门才用了三十多分钟 下面板 一般速度快的 也就是一分多钟 不到两分钟 慢的三分钟 可以把一个面板给下下来 那你总之用开发以后啊 也都不难了 我再看看一下呢 这个锁体 再看清楚了 我趁东西进去啊 轻轻力不动 有卡住 有弹力 你看清楚啊 这种有弹力 一有弹力的这个地方啊 一压这个地方啊 它的门都开了 这种开发的话 不论你安装什么锁 再看清楚这个 这个安装一个 也是一种新锁 也是一种超级锁啊 有弹力 有弹力的话 我一倒它就出来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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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清楚啊 它呢 分凉了 两个角度 在这边 它靠在里面一点 用这个浅一点的 用这边来勾 啊 这边来勾 如果碰过 在这边呢 你可以 它分左开门 右开门 你可以用这个地方来勾 啊 近一点的用这个地方来勾 啊 两边都可以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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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勾完以后啊 你看住啊 啊 往上面一顶上去 收回来了 对吧 拉那个天地杆的位置 都很轻松啊 这些之类的锁体啊 它不论它安装什么锁 它都是一个原理 都是同样的 啊 看清楚了 这个也是啊 熟好了 这个地方一撑进去 有弹力 啊 往上面一弹回去 一弹 对吧 你看清楚了 你看 在这个地方啊 卡住这个地方的位置 往上面一弹 回来了 大出来了 看清楚了 它没一种锁啊 它必须有这个弹簧 一看这边有螺丝叶 有一个锅钉 有一个锅钉 有一个螺丝叶呢 一撑进去 旋转一下 啊 这边有弹力 就可以顶了 如果没有弹力的 你直接顶这个 如果像这种情况下 你直接顶上面 撑进去啊 你顶光上面啊 直接顶上面 它也行 像这种啊 直接顶上面 它也行 顶上面啊 它也行 顶上面啊 它也行 夹在台前上面 给它做个示范 看看这边 这一个门呢 有一些啊 错了 那我把这个锁呢 已经反锁锁上了 我勾这个锁体 不方便勾 勾不到 那你勾不到的话 你看看一下 先把这个往上面挑 看得有弹力了 还是在下面的 稍微油了 在这个情况下 直接用这个钩子啊 撑进这个锁 撑进这个锁 撑进这个里面 看清楚没有 很轻松的把它护回来 很轻松的把它护回来 用这个地方来勾 对 这个地方顶住 撑进锁锁里面 有些天地杆 它勾不了 它那个 这两根杆子啊 成为一个坡度 成为一个形状 一个角质度 那你从 那种情况下 你这个门啊 你挑完上去 你再勾天地杆 打个比方 勾天地杆 你勾不动 勾不动 那你就撑一个东西枝 做好一个西枝 这里面 看清楚呢 在里面搏动 搏动的话 你乱搏动 都可以把它搏开了 看清楚呢 这个的位置 用这个地方来勾 增下一点点 这个成功下 你完全收属回去了 这样看看 这样看得很明白吧 应该看得很清楚了 那有些人说 那有些勾天地杆 勾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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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不动的话 它是那个 里面两根杆子啊 它 起的那个坡度 去用这个来勾呢 勾不动 等一下有时间 我再猜一个 那个大家 给大家看看一下 为什么 有一些勾天地杆 不方便勾 其实你练光啊 就是用这个东西 进去 勾勾勾勾 勾勾 你乱进去 都勾的那个东西 你勾的东西的话 你这样的话 你都可以啊 看清楚呢 很容易的 很轻松啊 没有那么吃力的 看清楚呢 才是勾这个地方 用这个地方来勾 用这个勾子来勾 好的 好 好